今天一開始安坐椅子 現在把這個架有點鑽 哎呀 終於把這幾個孔 做完了 這個不鏽鋼看打眼睛嗎 也一樣 都要到這 都打得好 座椅已經安裝完了 這就是安裝的狀態 我這台車呢是8座的 前面正副駕駛 兩個座 然後後排 六個座 對座 就是兩排座椅 都是三個座 加起來六個座 這是我安的 安的紗窗 經過幾天的努力 把座椅安裝完了 這個座椅呢 網上我相信大家 經常看 關於旅行 改床車 視頻呢應該都 很了解 可以放倒變成一個 一個床 我這張座椅呢 是 一米二的 底下這個架子是我自己焊的 完了放倒就是一張床 而且說 這個桌板還可以落下去 落下當一個支撐點 把這個 哎呀 這樣我給大家演示一下吧 這就是一台合法的床車 這就可以 放心的 去旅行了 這可以搖下去 把它搖下去 很輕鬆 搖到最低 我底下的支架是 15公分 底下的架子 底下還可以 做上小櫃子 到時候把這個位置 這個包起來 包起來以後里面就是一個櫃子 可以放一些雜物啊 或者衣物什麼 嗯 先這樣 把它 這裡有一個 然後把這個頭枕 頭枕拿掉 這就可以放平了 角度以後再調 先把它放到前面 這個也是 一樣的操作 頭枕點拿掉 這也要往後 推一下 可能是我搬錯了 把它扣過來 然後這個也可以扣過來 這個角度還可以再調 這有點高了 可以扣到最低 現在呢我們要把它 往出拉 這裡有一個小開關 開關現在是開啟的狀態吧 看一下啊 哎這樣 就開了 然後往出一拉了 這就是變成一張大床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兩個櫃子 緊挨著它 到時候在 網上定那種 就是定制的那種 床墊 定制的尺寸 和厚度 到時候跟它一平 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寬度 從左到右的寬度能達到 1米70 1米70 1米70多 睡個成年人是沒有問題的 兩個成年人是沒有問題的 前面還可以 還可以睡個小孩 電瓶已經到貨了 今天準備把電瓶安上 沒買太大了 買了280 商家說這個電瓶 它的電量能達到三點幾度 3.4度 3.4度左右 還有這個逆變器 這個逆變器 是我之前買 2015年那時候買的逆變器 沒有那種工品 就用這種就行了 這種也特別實用 反正我用的挺好 它這是充電和轉換 220轉換和充電是一體的 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有插孔 這個就可以充電 是一個一體機 3000瓦正宣播 但是我以前用的是 電瓶小 就汽車那種普通的 80安安的電瓶 用這麼大電瓶 還是頭一次 現在要研究一下 怎麼把它 按上去 我想是把它 按照這個副駕駛 把座椅拆掉 然後把這支架 把座椅支架重新做一個 把逆變器和 電池就放到 副駕駛去坐底 因為這車的空間 放上座椅以後 要留出一些空間放行李 所以說電瓶 原計劃我電瓶是放這 但是呢 這個電瓶太大了 鋰電池又太貴 千酸鋰電池 又太貴了 千酸鐵鋰 應該是千酸鐵鋰 那種電池 可以精緻尺寸 但是價格也上去了 這種電池吧 它的性價比還是 比較高的 按照太陽能板 我太陽能板是 600瓦 600瓦太陽能板充 280安的電瓶 一天太陽好的 反正一般的天主要晴天 一天就充足了 還是夠用了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拆掉 祝爺 不死你了 拿掉 哪吃啊沒吃的 你有打電話我吃了 我吃了 吃的也是吃這兩個油餅 我吃哈你那個電瓶 你回家嗎 掌嘎叫掏點肉吃 我去吃 有眼睛 哎呀 哎呀 不好弄啊 一體化呀 我這嘎舌他 這就得嘎舌 雖然嘎舌 也沒事 就像這個 還用這個方缸 用這個點缸做 方管 先擦出來 大電瓶 這大電瓶一百多斤呢 你往上等啊 倒到車吧 把車倒在這件 十百件 一百二十多斤嗎 我看看啊 那邊超前 這邊 朝後 那邊超前 這邊超前 起來 把車 一百多斤 這家 這一百六十多斤 我看 哎呀 這那麼得看你這個勁啊 這一百五十斤的 嗯 沒寫的嗎 沒寫 我看看啊 這段寫的 沒寫 哎 就放這 就放這 來 看著看 這桌架 就往這 就靠到這 小貓好嗎 座椅放點 是吧 你覺得他們正好放 明明 這邊 給這個口味 這個口味 原口味不動 我這樣是看他們 這麼是能誰做的 你把桌椅 桌椅放你試試 你倆斜拉 這倆斜拉 我試著 斜拉給它換彎不就行了嗎 燒一下 5號 這絕食呢 這是 斜拉好整 嗯 斜拉是 28 28呀 哎 26 26放下了 放下了放下了 高度不一定夠高吧 行不行試試就知道了 那又能放下那個真完美 不行啊 不行啊 就往下塞就對了 這兩現在這碗還是 是 這往下塞 哎 這真的嗎 高度來看高度 哎高度也行 我來滑來 滑啥呀 你把排電瓶滑 滑的話 先把那頭抬下來 我看啊 這腳礙式是吧 對 腳礙式上上 然後上上往那滑電瓶 當然 我們就趁快 不要吹了 我這個做法 不一定會這樣 怎樣 小小心 快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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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干的相当霸气 威武霸气 占啊上天赚 对了 这个 这个 那是甴 那这东西吧 他这个 这东西软 它不像铁 还能有呢 难道咱们的吗 好 好 在这边 看什么 这铜锅简单在卖呀 你不许说是吧 嗯 是 上了上了 非常完美呀 啊 非常 powerful 那个还做啥呢 这一上电瓶里头不就够大了吗 看见没 电瓶里头够大 那 比零比零 长点 不要短 这样去 我向走这样 向走好看点 他有那个 性能处理器 这个电瓶已经安装完了 我安装了两个逆变器 一个是正宣伯3000瓦 还有一个是肖博是27400瓦 这2400瓦我不知道是不是 实数 但是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用它 插上这个这种2000瓦的加热枪 还是能带动的 但是呢 这个机器就有点发热 然后风扇会转的很快 现在这个部分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这个呢就是 呃太阳能的控制器 控制器 就有太阳能板输入和 输出 沿到电池上 然后前面呢 呃行车的时候 发电机给电瓶供电 给电瓶供电 给电瓶供电我要接上一个隔离器 隔离器是150安 12伏150安 我们现在就把它 接上 隔离器我们就安完了 现在是车 熄火的状态 它的灯就一闪一闪 就说明正常 发动起车以后 它就会常亮 正门就是发动机给 负电瓶充电的状态 到了 flipping 打电线就接到人 到这位 输出 输出 Lazar